身上滿滿五環打扮 奧運場外狂熱粉絲大比拼 40年七場奧運 來自美國加州的羅賓森 也成為巴黎街頭奧運非官方吉祥物 這趟他不只開幕 近40場賽事全都包 橫砸台幣33萬元 熱情無人能及 還有一群狂粉將奧運狂熱穿在身上 鏡頭前粉絲搶著展現正利品 他們讓巴黎市中心甚至變成奧運限定的徽章交易所 他們給我這個 他們從澳洲去旅遊 他們旅遊 他們有一個故事 另一批瘋狂粉絲則是註點在選手村外 我昨天看過金獎獎獎 這不是我看過最大的星球 隨身帶著信封各種用具來自德國 高中鐵人三項教練蕭茲 則是奧運運動員 簽名收藏家 他說最早從41年前開始至今累計 接近8萬個選手簽名 計畫將在家鄉開博物館 展出奧運最狂熱血收藏 在新聞也信一報道